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表述了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进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两岸同胞说到底是一家人 手足亲情任何时候都是隔不断 我们愿意继续从广大同胞 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 对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 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 我想只要两岸同胞合作共济 团结向前就一定能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享中华民族复兴的福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